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七郎房车赵经理 欢迎大家进入七郎房车工厂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七郎房车赵经理 今天洛阳天气非常好,阳光明辈 趁着这好天气,再给大家介绍好几台车吧 大家从外观上都已经猜到了 这个车就是福特的V362新全顺的底盘 打造了一款B型房车 这几期视频大家看到我非常多的 也介绍全顺这个车 这台车也是顾客定制的 从我介绍的几期视频 大家都看到福特全顺这个车 多受大家的欢迎 都是顾客定制的一个车型 这个车顾客定制是黑色的 全顺这个车是中轴中顶的一个底盘 它的车长是5米4 直宽是2米 高度是2米45 挂蓝盘C道 这个车是2.0T的汽油版 自动挡6AT的一个变速箱 当然全顺还有一个手动挡的柴油版 可以根据您的需求 您喜欢汽油版的话 就可以选汽油版的车型 喜欢柴油版的话 就可以选柴油版的车型 但是柴油版只有一个手动挡的一个车型 全顺这个车因为好停好开 漂亮 通货性好 尤其是它底盘好 所以说广受大家的好评和喜爱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再看一下顾客定制的这台车吧 首先老规矩还是车身的右侧 看一下右侧的一个车身外侧的一个布局 首先大家看到是这个踏步 全是专用的一个长条式的踏步 迎宾踏步 非常漂亮 非常有档次 然后左右两侧的玻璃 它来的时候都是死玻璃嘛 我们把它换成这种可侧推 开启的一个玻璃 方便我们的行车中通风换气使用 内部是防污虫隐私的刹窗 车顶呢 侧面呢是2米乘2米5的遮阳棚 下面是户外灯 我们再往尾部看 这个呢是清水箱的一个重力注水口 打开盖子 旋开这个小盖门啊 就可以给清水箱进行注水 用管子 上面是12伏的常电电源 我们随车赠送一个12伏的小水泵 如果距离远的话 系统给我们的清水箱进行注水 加完水以后把这个钥匙关上啊 保证我们用水的安全 车身的尾部呢 顾客抓装了一个爬梯 加装一个爬梯 但是如果您不喜欢爬梯的话 也可以不用选装 然后排气管上装的 就是防静电的一个装置 车顶上方呢 顾客没有选装太阳能板 如果您需要的需要的话 可以加装太阳能板 车身的左侧看一下 下面这个格栅一样呢 它是个电池和逆变气的 强排散热风扇 上方呢 这个就是一个 7孔的220伏的 新农员的一个充电状 充电插口 可以插那个220伏的一个充电状 左侧的迎宾踏步 左侧的一个 可开启的一个窗户 然后呢 正驾驶后方 这个小舱门打开 就是我们柴油箱 或者是汽油箱的一个 加入口 如果是柴油板的话 还有个要需要夹尿锁 然后车身呢 没有贴这个气囊了拉花 顾客想低调点 从远处看 不像是一个房车 想低调点 那么就不用贴就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车身 外侧的一个结构 我们一会看看中门那块 我们现在呢 打开车身的中门 首先是这个大砂门 防蚊虫的大砂门 然后呢 标配灭火器 旁边呢 是造成的延伸 装的有这个 我们的外置领域 户外用水方便 但是用它的时候 要把这个 我们的水泵要开开 还有这220伏的一个插座 防蚊虫的一个砂窗 这个就是中门这块 非常经典 大家看过我们视频的话 中门这块的布局 几乎和它类似 只是做一下 适当的一个调整 根据车型 根据配置 现在呢 我们来到车内 这个车的内高呢 是1米72 1米72 如果个子高的话 就可以选择 其他的一个车型 其他的事情 但是如果您实在是 喜欢这个底盘的话 能接受这个内高 这种高度的话 您可以选择 这个福特这个全顺的一个车 其实这个车的还是相对是不错的 尤其是这个底盘 大小也蛮合适的 车内的家具呢 采用是一个浅色系的一个色调 大家看是一个浅色系的 带个花纹 木制的花纹 然后呢 这个柜门呢 是一个白色的 这样的话有个颜色的区分 更加的一个漂亮 全车家具呢 采用的都是这种 一零级的一个环保板材 轻量化的一个板材 所有的墙板顶板啊 家具都是实木硬包 我们家是不做软包的 大家给敲一下 全都是这种硬包 然后呢 车的前方呢 是驾驶室 这个车呢 是一个四座板的布局 就是正驾驶一个 副驾驶一个座业 第二排呢 是双人客座 而且正驾驶啊 自带一个手托啊 方便我们行车中 手臂的一个休息 副驾驶呢 互可选的是这种 可以前后翻的这种 拼床的一个功能性座椅 这个座椅啊 平时如果是想睡一个小孩的话 就直接把这个座椅 向后倒就可以了 就可以变成一个小孩床 然后呢 也可以变成对象 你就是把这个坐垫 往前翻 然后这个靠背倒下去 这样的话 那个就变成这个前后啊 非常方便啊 这种座椅 政府驾驶 隔一个座椅的中间 就有个过道 方便我们从车内到驾驶室 或者从驾驶室到车内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V362新全身的一个中控啊 中控台还是非常漂亮的 错落有致 这个是翻向盘 然后呢 10寸的倒车影像 机扁是导航系统 6AT的汽油版的自动挡变故箱 然后自带冷暖性车空调 包括这些12伏的点烟器都有 这个中控还是蛮漂亮的 而且左右两侧啊 B柱上我们装的有这个窗帘 方便我们晚上的时候休息的时候 保护我们车前方的隐私 对拉以后 这样保护我们车前方的隐私 正副驾驶的上方呢 是个额头柜 额头柜的下方是一个电视 是个17寸的一个西顶电视 这个电视呢 是个WiFi电视 可以连接手机的热点 家里面的WiFi 看新闻 看直播 看娱乐节目 也可以插油盘 放放动画片 然后呢 上方呢 这个带门的 就是我们的储物空间 打开 里面还是蛮大的 放些我们的杂物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呢 这个顶上 大家看到一个350乘350的 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双向关机扇 吸力非常足啊 所以说 我们平时晚上休息的时候 不用开窗户 就打开它通风换气 更能保障我们车辆 和内部人员安全 还有我们财务的一个安全 正驾驶呢 后方呢 是一个小桌板 这个桌子的面 是耐磨防水防滑的 外侧呢 有两个小背架 里面是个垃圾楼烟灰缸 这个桌子是可以取掉的 是个快拆 这个腿是可以折叠的 然后第二排呢 是一个双人座 这个车呢 是个四座板 双人座能坐两个人 这个车能坐四个人 然后呢 所有的窗户 内部都是防蚊虫 隐私纱窗 下拉是防蚊虫 下拉是隐私 晚上的时候使用 上下呢 可以分开 分开以后 这个侧推窗 就可以打开 侧滑 通风换气使用 然后把这个防蚊虫拉下来 让蚊虫都进不到车内 旁边呢 有安全锤啊 还有我们的一个阅读灯 非常方便啊 阅读灯 我们现在把这个桌子取掉以后 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桌子取掉了以后 啊 这个效果 平时就是我们要坐人的话 觉得这个桌子 碍事 我们就可以把它取掉 这样我们放腿 不是比较方便吗 而且这个座椅呢 是可以前后左右移动的 而且这个靠背呢 也可以前后移动的啊 这个不是说死座椅 然后呢 强进步啊 这个是汽油版的 驻车水暖一体机的 一个控制开关 长按它 然后灯亮 就说明启动 长按它 灯灭 就是说能关闭了 是个汽油版的 既能出暖风 还能出热水 这个是一个手机充电座 旁边呢 是220V的一个插座 方便我们使用啊 插座还是蛮丰富的 第二排座椅的上方 就是我们的一个 双开门的一组吊柜 里面的空间还是蛮大的 平时可以放一些 我们的杂物啊 简单的衣物啊 等等的 都可以放到里面去 关上门 大家看到这个 柜门是个白色的 和这个浅色的家具 有一个色差 会更加的漂亮 中门 然后的内部 中门 上车的中门的内部呢 也是防蚊虫 隐色的纱窗 下拉是防蚊虫 上拉是隐色 上下都可以打开 打开以后 玻璃也可以侧推滑开 通风换气 然后把它防蚊虫拉下来 温虫的进不到车内了 这个就是大家 刚才看到的外面 我介绍的 中门的一个沙门 中门出口的上方 还是我们的一个 集成的一个 总缝开关区 这个大家看到 和我们以前的 都不太一样 集成了更加的全啊 更加全 还能看到清水箱的水量 回水箱的水量 电压等等 包括室内温度 室外温度 都能看到 而且控制的项目 会更多 比如说灯带 顶灯啊 等等 电视 冰箱 户外灯 加热器啊 等等 还有逆边器 三千瓦 纯正宣播 逆边器的控制开关 也在这 然后有水泵啊 包括这个电源 总开关 一键 关闭 一键启动 更加的方便 旁边呢 是我们的一个 昆虫机 能实施监控的 电池的基本信息 能看到电压 电流 功率等等的使用 而且上面这个 所爱的音响 大家都知道 它是和电视是相连的 电视是没有喇叭的 用这个音响法 音的效果会非常的好 再往后呢 是一个空调的 一个组合柜 前方呢 我们做了一个出格 后面呢 就是12幅 变频分体的空调 智能效果 包括静音效果 非常出色啊 而且不占用 彻底的高度 这个是它的控制开关啊 跟家里面的 家用空调 控制开关是一模一样了 包括它旁边呢 我们还按了有这个 烟雾的一个报警器 烟雾的报警器 然后呢 入口处的左侧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灶台 是一个灶台 这个灶台还蛮大的 用起来还蛮舒服啊 上面这个面 也是耐磨防水防滑的 800瓦的一个电磁炉 可以煮啊 蒸些东西 吃个小火锅 车内啊 不适合炒 然后旁边呢 是一个 带一个的 鱼杆的水桃盆 打开 里面这个水桃盆 还是蛮大的 盖上盖子以后 可以当气态法使用 高脚的冷热两用的水龙头 一个12伏的常电电源 225伏的一个常电电源 都有 包括这个灶台呢 我们还做了一个延伸 这样的话能把灶台 做得更加的长啊 更加的长 我们看一下这个灶台 包括上面的一个 空调 这个组合柜 还是非常漂亮的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灶台的下方吧 首先看电磁楼的下面 这个地方也可以放些我们的杂物 下方呢 是一个12伏66升的一个冰箱 上面冷冻 下面冷藏 完全够我们日常的一个使用 然后呢 水盆的下方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出空间 也可以放些杂物 同时它也是一个水路的一个检修口 再往下呢 就是一个微波炉 其实微波炉用处还是蛮大的 但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啊 有的人喜欢微波炉 有的人不喜欢 这可以选装啊 其实用它的话 平时就可以 不用开火热鞋翻菜馒头 还是蛮方便的 但是还是因人而异啊 下方呢 是我们的一个鞋柜 可以放些我们的一个拖鞋 等等的一些东西 后方呢 就是我们拓展室 卷帘门的一个卫生间 在以往的视频里面 大家都听过我介绍过 这个卫生间啊 拓展室卷帘门卫生间 不用的时候 不占用空间 大家一合到以后 这个过道就非常畅通啊 然后用的时候 两边对拉 就这样 对拉 对拉以后啊 这边也对拉起来 就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 就可以在里面 洗澡上的拖使用 顶上是一个灯 这个乌克 没有换机扇 人家装一个灯 这样的话 到时候后面 车顶上面 可以多铺太阳能板 然后这个地方呢 可以放一些洗漱用品 下方呢 就是我们的化妆镜 一体成型的一个洗漱台 水中的检修口 刷牙的背架 水盆 然后一个折叠 再除拉的一个 运用的水龙头 包括这个水龙头的固定卡位 为了防止它在行车中晃动啊 我们两边都做了扎带 到时候不用的时候 把这个门扎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保证我们锅道的畅通 你看 收起来以后 锅道非常畅通啊 而且到时候 标配一个便携式的码头 卫生间的后方呢 我们做了一个三开门的一个柜子 三开门落起来的 三开门的一个柜子 就是不浪费空间 把空间利用到截至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 里面就可以放一些我们的杂物 并且我们旁边还按了一个灯 只要我们开门 这个灯都亮了 晚上拿东西方便 上 中 下 三个 这顾客呢 后面大家看到 这顾客没有选这个 防空虫隐私的一个纱窗啊 后面直接做了两个布帘 我其实也蛮好看的 第二排客座的后方呢 就是我们的休息区啊 采用的是一个 纵制上下铺的一个结构 类似于火车的上下铺 下铺的尺寸呢 是一米八 乘以七十五公分 下铺呢 还可以拓展 就这个下铺呢 可以往外拉 拉出来以后 它的宽度能变成 一米零五 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垫子 就是为了方便这个 下铺拓展以后 垫在这个床上 那这样的话 下铺就可以休息两个人 下铺的内部呢 我们看 有这个救务网 手机充电座 还有这个阅读灯使用 啊 以后我们把这个下铺 把这个床介绍完以后 把下铺拉出来 给大家一个镜头 让大家看一看 上铺呢 采用的是一个 翻折的一个结构 平时不用的时候 就把它这样 把它翻上去 这样下铺做人的话 不容易碰头 也更加的方便 上铺打开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边是个插座 把它往上前一推 放下来 这个垫子 给它铺一铺 来铺一下 好 现在就铺好了 这就是个上铺 上铺呢 是个70公分 乘以1米75 这样的话 上铺能休息一个人 下铺休息两个人 一家三口出行的话 完全够我们使用啊 内部也有这个 植物网 还有我们这个 五幅数级中间座 阅读灯 以前我们在这 坐的时候 直接把它松死了 现在我们做一个小规门 里面也可以简单的 放一些杂物 当然颜色的物品 都会放到里面去 现在大家看到 就是个下铺 拓展以后的一个效果 下铺其实蛮宽的 睡两个成年人 是绝对没问题的 好多顾客就说 这个1米05 睡两个人会被挤啊 是稍微有点 但是这个睡两个人 是绝对没问题的 上铺呢 大家看到 这已经放下来了 这样的话 上铺休息一个人 下铺休息两个人 一家三口 都有地方睡 其实这个布局 还是蛮合理的 上下铺 下铺可拓展 就是一个福特的一个 V362的一个 内部的一个布局 全车采用的 都是这种 10级的环布板台 轻量化的板台 这个是个浅色系的 如果您需要的话 喜欢重色的话 也可以选择重色系的 重色系看的 更加稳重一些 浅色呢 其实呢 这个车更加亮堂 这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 进行一个 合理化的一个定制 那么一会儿 我们到车尾 去看看尾部的一个结构 我们现在来到车身的尾部 打开后门 看一下内部的一个布局 打开后门以后 看内部的布局的话 非常的清晰啊 上下铺 然后一个卫生间 前方呢 是一个灶台 床的下方 有个储物空间 可以放我们的行李 右侧呢 这个是我们 这阳棚的一个摇杆 包括充电的一个地毛 相当于我们地线 包括拖着沟 都在车身的尾部 卷帘门的一个卫生间 收起来以后 大家看到 是不是过道 是非常畅通 平时啊 从后门 也能上下人 大家看到 下铺 这个地方凸出来啊 这个就是为了 把这个下铺 做长的一个延伸板 到时候上面 也有个棉垫 这样的话 床就可以长了 方便我们使用 视频的最后 还是老规矩 做一下总结吧 视频里面这台车呢 是全税的汽油版 2.0T的自动挡的 一个车型 中轴中顶的车 是一个 5米4长 两米宽 两米45高的一个车型 这个车的基础版呢 是199600 好多顾客都知道 这个车的基础版 是199600 可以根据您的需求 进行自己 觉得合适的 一个合理化的 一个配置的 一个选择 目前这台车呢 配的是 400H锂电 3000瓦的逆变器 12伏变频分体的公条 12伏66升的冰箱 进口汽油版的 驻车水暖一体机 包括爬梯 都有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七郎房车赵经理 祝各位朋友 何家安康 感谢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